第九百六十七集 现在已经闹成这样了 谁都看出来了 叶好轩就是一个狠人 这种人连黄七都会在他的手底下吃亏 那些做吓人的就更加不用说了 叶好轩上前踢了黄七几脚 让他的血脉顺畅了一点 黄七剧烈的咳嗽了几顺 虽然还倒在地上像是死狗一样 但是至少能说出话来了 起来 别装死 叶好轩皱了皱眉头 你 你想干什么 黄七哆嗦着手看着叶好轩 说真的呀 他被这一家伙摔得不轻 如果不是叶好轩踢他的时候 为他度过去一点气 他现在恐怕连话都说不出来 当然 叶好轩可没有那么好心的致好他 让这家伙能说话 完全是方便为了更好的揍他 我说的那三点你能做到吗 叶好轩笑了 这里是江浙 黄七再次强调 说真的 你们江浙的圈子真的有些奇怪 从我来到江浙到现在 已经有不下五六个人对我说这里是江浙 警告我不要在这里乱来 也好喧笑的 但是他们最后都老老实实的很听话 所以你没有必要非要强调这里是江浙 我知道这里是江浙 但你们这些地头蛇呢 我是真的想踩一踩 你 你 黄七愣是说不出话来了 做到做不到 叶好轩淡淡地说 休想 黄七咬咬牙 还是有些违心地说出了这句话 我感觉 你这话说的有些言不由衷啊 叶好轩笑了 你认识我 也知道我是谁 你为难宁教 不就是有人让你这么做的吗 当别人的狗没错 但是咬人的时候 那要看清楚 你咬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黄七定了定身 他感觉精神好了些 我七爷做事 有我七爷的做事准则 我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叶好轩已经扯住他的衣领 再次把他扯到了三楼 然后又把他放到了窗户的边缘上 叶好轩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黄七现在对叶好轩有心理阴影了 尤其是刚才被摔的那家伙 真的是欲嫌欲死的 说真的 他觉得自己被摔一下还没有被摔死 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要是再来一下恐怕真的会死的 说 叶好轩淡淡的说 我做不到 你放过我吧 我真的做不到 黄七快哭了 他真的想妥协 但是他背后的那些个人 是不会允许他妥协的 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风光 但是事实上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混混 用叶好轩的话来说 江浙三大世家的人 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踩死他 好吧 你实在是做不到 我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这样放了你 我有些不甘心 叶好轩自言自语的说 那 那你想怎么办 黄七有些傻乎乎的问 说真的 他现在只想离叶好轩这个杀神远远的 这家伙实在是太能折腾人了 刚刚摔了那一下 差点要了他的半条命 但是现在他偏偏感觉精神又好的很 虽然浑身上下的骨头像是快要散了架一样 但是他的头脑意识偏偏就很清醒 这可能就是叶好轩对他做了什么手脚吧 要不 叶好轩斜斜的笑了笑 你自己从三楼上跳下去 如果摔不死的话 那我就不找你的麻烦了 黄七有些头晕目眩 他从三楼向下看了看 虽然说这样风险很大 但如果真的跳下去 也不能一定就把他摔死 现在 叶好轩这边是咄咄逼人 他身后的那一些个人 又迟迟的不肯现身 所以围巾之徒只有拼了 怎么样 要不你磕个头 扔个错 道个歉算了 我也真的不想为难你 毕竟你也只是一个混混 帮别人咬的人 叶好轩笑道 我跳下去的话 你真的会放过我 黄七咬咬牙说 对 我真的会放过你的 叶好轩把黄七放了下来 他指着窗外笑道 前提是 你真的敢从这里跳下去 叶好轩 这是你逼的 这都是你逼我的 黄七大叫了一声 他突然爬到了窗口 从三楼一跃而下 砰 沉闷的响声在下面响起 一阵刺耳的鸣声传来 另外一辆汽车再次被黄七 砸得憋了下去 黄七的双眼睁得大大的 已经失去了生机 叶好轩已经啊 他没有想到黄七真的挺拼的 为了不说出自己身后的那个人 他竟然不惜再次从三楼跳下去 难道他背后的那个人 真的可怕到了这种地步吗 他连忙跑了下去 伸手在黄七的脉搏上搭了片刻 然后松开手站了起来 黄七已经没有一点气息了 显然他这一跳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摔死 叶好轩感觉自己被阴了 他回想起今天的事情 本来就有些不寻常 黄七现在已经漂白 而宁巧又是国内 一流知名的影星 再加上宁巧自创的娱乐公司 就算黄七再怎么色胆包天 他也绝对不敢为难宁巧 他之所以为难宁巧 其目的就是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激怒自己才这样做的 激怒自己 然后又装出一副怕死的样子 然后再跳楼 这是要把屎盆子 往自己的脑袋上扣啊 叶好轩感觉到了浓浓的蛋疼 今天还真是有些大意了 又被阴了 看来江浙这个地方果然是水深的狠呢 怎么办 宁巧的脸色微微的有些发白 他相信叶好轩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竟然会闹出来人命 没事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叶好轩淡淡的笑了笑 可是出了人命啊 而且这和你脱不了干系的 宁巧急急的说 把事情推给我 不然的话炒作起来 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叶家 都没有好处 放心吧 我说了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好 叶好轩笑了笑道 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不 可这件事情一定是有预谋的 黄七为难我 其目的就是你 宁巧崖崖头大 这我清楚 我的确是有点大意了 看来江浙的这个圈子 水果然深得狠呢 幕后的那个人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竟然能让大名鼎鼎的黄七甘愿去死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宁巧想了想说 没关系的 我可以说黄七逼我 然后我气不过 不用 你一个弱女子 怎么会把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给推下来的 我以后还要继续在圈子里混呢 不要让人感觉我这个人不负责任 叶好轩说 可是 不用可是了 我会处理好的 回去 我晚上去看你 没事的 叶好轩摇摇头的 叶好轩 你到底行不行 宁巧有些生气了 他急得真跺脚 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寻常 如果真的炒作起来 对叶好轩是相当不利的 我行不行 叶好轩笑了 要不我出来以后你试试 这样不就知道了 你 什么人啊 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 宁巧有些无语的说 放心吧 送宁小姐回去 叶好轩对宁巧的保镖吩咐他 好 一名保镖一点头 那 你自己小心点 宁巧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着保镖离开了 因为他相信叶好轩 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情 他在这里不走 反而会让叶好轩发挥不好 越来越多的人围了上来 经常来茶楼的人都知道 这个浑身是血的胖子 是大名鼎鼎的黄七 黄七 他的恶名不仅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就算是普通人 也使输影而闻 只是因为国家对黑这块越来越严 所以黄七也不得不漂白 但是他的公司还是半黑半白性质的 虽然收敛了很多 但是好多人提起来 还是恨得咬牙切齿的 好多人都忍不住 想国家整顿这一块的时候 怎么没有把黄七给打趴下呢 他反而摇身一变 成了娱乐圈的大佬了 这让人有些想不通 不过见黄七被摔的不能再死了 大家都清楚这件事情 已经被闹大了 他们看着叶好轩 觉得这个人也很普通 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该怎么收场 叶好轩打了几个电话之后 就回到了茶楼 他淡定的坐在包厢里面喝茶 似乎根本就没有把这回事当成是一回事 随着警察的到场 黄七的尸体被带走 警察询问了一些目击者 然后把叶好轩所在的包厢围了起来 一名刑警队长走到了包厢里面 他对叶好轩说 叶少 我是江浙临海分局的刑警队长 李宇 您与一桩谋杀案有关 所以请跟我们走一趟 事情还没有查 你就定性为谋杀案了 叶好轩瞥了一眼 李宇道 看来你们江浙警察的办案效率 真的是不错吗 这件事 我们已经问了很多的目击者 他们大多数人都说 是叶少把死者从三楼上推下来的 李宇有些不自然 我在三楼的包厢里面 死者两次落地 我很好奇 那些人是怎么目击到我 把黄七推下来的 叶好轩反问 这我们会调查清楚 一定会给叶少一个清白的 李宇愣了愣 而且我们也查清楚 叶少和黄七之间闹了些不愉快 黄七的那个手下呢 六年前国家发布的A级通缉犯 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解释 叶好轩缓缓地把杯子放了下来 那个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他是通缉犯 李宇说 但这约案情无关 请叶少不要为难我们 呃 用我们回去做个调查就行了 你确定吗 叶好轩站了起来 他微微一笑道 你确定要我跟你们回去做调查 他盯着李宇 这让李宇有些不自然 其实来找叶好轩 李宇的压力还是有些大的 因为叶好轩的身份他清楚 但上面也有人向他打过招呼 这件案子一定要办成铁案 因为闹出人命了 而叶好轩也确确实实地把黄七从三楼上推下来过 所以说这件事情 想要洗脱干洗也很难 虽然叶好轩的背景通天 但现在是法治社会 如果这件事情再经有心人一炒作 整个叶家都极有可能会受到牵连 李宇知道叶好轩是谁 也知道叶家弄死自己 简直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 但是关大一击压死人 再加上有些人送来的一些好处 他咬咬牙 还是把这活给接了 他这是在走钢丝 一个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的经历 好在现在叶好轩确确实实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所以他才有这么大的敌气 我确定 作为一名警察 不管罪犯有多大的来头 我们都要将之绳之以防 李宇说 那好 你们把我带走吧 叶好轩站起来 伸出双手道 要不要戴上手铐 不用了 李宇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敢给叶好轩戴上手铐 因为他觉得他不能把叶好轩王死里得罪 他只是个小人物 换句话说就只是个跑腿的 而且这件事情是圈子里的人在玩的 没事他就不在里面瞎搅和了 因为一个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啊 来到了警察局 先是一系列公式化的问话 然后就切入了正题 据目击者说 是你和黄旗发生了口角 然后你把他从楼上推了下来 有这件事情吗 李宇问 目击者是在哪里看到的 叶好轩反问 是黄旗的保镖 你推的时候 他们就在身边 李宇说 那是他的人 是他的心腹 他们说的话 也能当做证据吗 他们也能当做目击者 李警官 你的法律知识是不是应该回去重新学习一下 另外他们既然是黄旗的保镖 那为什么我推黄旗的时候 他们不去阻拦呢 你所谓的证据里面 根本就是漏洞白出的 李警官 说真的 我真的为你感觉到悲哀 被人利用 或者说被别人当成狗 这很好玩吗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叶好轩 这里是警察局 你不要以为你姓叶 也不要以为你有叶家这层身份 我们就位于你 李雨有些恼羞成怒地说 我只是在用事实说话 你所指认我谋杀的罪证 我是不会承认的 我会等我的律师来了之后再说 另外 我掌握了一些黄旗的犯罪证据 这里面涉及到江浙一大部分人的利益 甚至牵扯到官场上的一些人 如果这些东西拿出来 黄旗死死都不够 而且叶好轩笑了笑的 江浙也会引发一场大地震 你说什么 李雨悚然以惊 请允许我拿出手机 给你看一份资料 叶好轩笑了笑的 给他手机 李雨对一名助手说 那名助手拿出了手机 递给了叶好轩 叶好轩接过手机 调出来一个资料库 然后交给了李雨 李队长 我希望你不要站错队了 我也不希望你的领导站错队了 这件事情 我想你有必要对你的领导说一下 李雨接过了手机一番 马上变得冷汗淋漓 因为叶好轩的手机上显示的资料 几乎把黄旗的祖宗八代都挖出来了 不论是早些年黄旗坐下的那些 天怒人怨的事情 还是近些年来他开公司 与官场上的人的一些接触 每一笔钱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微小的细节 资料上都显示的清清楚楚的 这资料 要是一旦发出来 那对江浙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大地震呢 因为绝比有一大批的人要落马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叶好轩微微一笑 李雨一言不发 他拿着叶好轩的手机就跑了出去 找他的领导去了 李雨啊 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局长办公室里面 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和蔼地问 这个就是李雨的领导 刘局 事情恐怕不好办了 李雨有些为难地说 你怕了 胖局长的脸色有些变了 他慢条思理地说 李雨啊 你的能力是不错的 这件事情是谁交代的 我想你心里清楚 而且叶好轩杀人是个事实 所以你不要忌惮他的身份 现在是法治社会 自古皆有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的说法 叶好轩的背景就算是再大 他也总得守法呀 但现在他杀人了 而且在那种高档场所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这件事情 给众人造成的影响不小啊 所以我们必须杜绝 而且 我们江振的媒体 很快就会感到 要对这件事情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包括叶好轩的身份 以及他的背景 都会被公布出来 你也知道 宫中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人民会保护你的 嗯 刘局 我想你应该 先看看这个再说 李宇 无奈地说 李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